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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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拍了一段VCR 請看 李宗盛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牵手的 第一次我 撐起你的手 第一次我 引起你的双手 手具方向不 그러니까往 tanta plataforma 我估計 用不去去接受 不知不觉让视陷 妳幹嘛伸舌頭 妳在幹嘛 這樣抱比較舒服 是嗎 男生是在親女生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想下一步了嗎 對耶 有嗎 我當時我承認我真的是沒有 後來 你騙人 對不起 我更誠實 我當時真的有 沒有 有想… 因為我這個人真的不太需要騙人 但是因為我真的 在當時是真的沒有想到那一步 因為我根本不會 你親40分鐘耶 好啦 要講來講啦 我跟你講 我那個時候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在半年內 我真的完全沒有想到說 有這個關係 是因為我的生活中 沒有人跟我講這件事情 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都沒有 所以其實我當發現 我有愛情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一個晚上 人生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什麼 就是我晚上睡覺睡覺的時候 然後突然這樣 我以為我尿床囉 我不想聽那麼低調的聲音 為什麼我一定要講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可是又很累 到底要不要醒來 然後我就想說 算了 因為真的太累 明天很早就要上課 想說算了這樣 後來就起來之後 然後我想說奇怪 怎麼內褲那邊怪怪的 然後把它拖 就是要拖下來放在地上 然後站出來之後 內褲站起來 內褲站起來 誇張 天然 真的 內褲站起來 怎麼可能 然後後來我就說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能量也太多了吧 真的 後來我想說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然後才去慢慢問同學 才學一些健康教育 原來這個東西是怎樣… 然後才開始聽一些東西 然後看一些影片 然後才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才對這個方面會有一些 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對 正常生理現象 真的 那我要問一下今天來的情侶們 你們在第一次接吻的時候 有發生過什麼糗事嗎 哲犬 我有個隱隱就是 因為我有第一次主動親她 然後她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我們都還沒有親過 而且我其實也沒有跟別人親過 我就會怕 然後她突然要過來 我就把她推開 然後所以我就不太敢主動親她 所以第一次是她親我 那這個EP跟阿布有發生什麼樣 事情嗎 初吻的時候 第一次親的時候就很像 那種 什麼意思 很特別…興奮 然後感覺 尾巴要結合 年輕人講話好大別 對 我們等一下要變阿凡達囉 要變阿凡達囉 準備阿凡達囉 準備好尾巴 阿不會說準備好尾巴嗎 不會吧 那珊珊跟俊夏有發生什麼很糗的事嗎 她蹲舌頭 我被她嚇到 因為我想說應該第一次親 都是電視上演的那樣 可能嘴巴碰嘴巴而已 然後結果她就直接舌頭伸進來 我就被她嚇到 那後來有覺得這是愛的表現嗎 還是把她推開 沒有推開… 就沒有…感覺拒絕就很像 沒有接受她 對 所以就沒有拒絕 貼心 貼心耶 巴基呢 就是因為我有戴牙套 然後她就是 就聽到一半就覺得 出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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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想說 我的嘴巴就是沒有傷口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妳流血了 然後結果是她勾到 她勾到妳的牙套 然後流血 對